大家好我是欢欣 今天继续带来视频 废话不多说了 直接来看吧 孙策主 我这边选择了寻遇 选寻遇最大的好处在于 如果孙策觉醒了 那肯定是孙策是最嘲讽的 因为回合内的排查非常的恐怖 那这个时候有驱虎 无视 就是我无视他 手牌状态啊 这种情况下对他的输出是非常关键的 因为你平时靠一些杀 有可能产生那个红杀 怎么怎么样 导致你没办法能很好地对他造成伤害 而在他激活的时候 你如果都打不出伤害来 他能活在导致他动一轮的话 这个就非常的危险 所以选寻遇没什么问题 孙策气肉也是 直接开难 在初始状态的时候想压一波 因为孙策个人能力比较弱 我们气肉排非常的关键 如果他能直接在骑手 忙死一个反贼能创造出人数优势 这是恐怕是孙策主的一个最好的开局 因为在群内局啊 因为这个怎么说了两个 因为就是说在路人局 所有的反贼没办法去把思路统一化 他们会出现一些很多的副收益输出 或者一些思路非常 那个不太统一 导致 将孙策主专了空子 但是如果在群内局 为什么群内局孙策主胜率并不是很高 大家思路都非常的统一 懂得如何打 如何不打 懂得 大家都是反贼的时候 如何续报等等等等 这样子的话是不给你孙策任何机会的 而孙策自己是过牌白板 通过你激昂的过牌是十分的不太稳定 那个所以说 主中方本来就是人数劣势 再加上有一个武将 又是过牌 并不能产生突出的效果 从而 那个 越来越劣势 等等等等 这边 元树直接虚报过了 没有做任何动作 暂时不定义 那个 郭怀也是 没有做任何动作 暂时不定义 但是郭怀可能看身份比较像中内 这边 刘峰是跳了一个反贼 但是因为孙策主攻绝 我们是不会马上标身份的 他掉反也不一定说是 他是一个反贼 真的 所以他跳反 我理解 我也是反贼 但是我不会把他马上标成一个同伴 但是他跳反肯定是对我们的一个支持 这个在讨论什么呀 好 就是刚才上一局的思路 对 这就不讨论了 这边的话 我拆下孙策 跳清楚身份 避免反贼 乌龙 反正既然大家都打孙策主攻局 终成第一轮没有跳 其实现在孙策主攻局越来越趋居于两种玩法了 一种就是火术提出来的七反 当然这个七反适合于路人 或者说是一些思路不太统一的群内 这样子的话可能主中创造出一定的收益 剩下的就是直接起手 在选择比较强势降面 直接起手忙 忙死一个反贼 从而创造出人数优势 这个是你对手牌的一个预估 如果你觉得这个可以装让主攻去觉醒 这个是没有问题的 主攻觉醒回合内的排差是非常大的 但是如果你的手牌非常的给力 能直接秒死一个可能是反贼的人 反正本来降面劣势 人数劣势 你去忙 忙错了 也就无所谓 反正也是该输的局 忙对了 你从而创造出其他的优势 那就不错了 孙策这边酱油 所有人貌似都在跳一个反贼 没有一个人在跳忠诚 所以这个也是标准意义上 所谓的七反局 对吧 灵捆拆 打桥 人闪电 曹冲 吃了个桃 过反正都是酱油 这边的话 元树也是拆孙策 跳了个反 所有人都在跳反贼 场面上已经是反贼过剩了 呃 七反局怎么打 就是说 当所有人跳了反贼以后 你比如大家可以看一下我的思路 第一轮无中都不开 因为我觉得这个爆发牌应该留在以后 呃 大家都是反贼嘛 没有忠诚来进行激活 那肯定是只有主攻这一个目标 你去乱打 作为反贼来说是没有必要的 呃 因为反贼忙忙错的话呢 说明 直接把自己打的劣势了 这也是我们打孙策绝 呃 一直说的反贼本来就是降免优势 没必要乱忙 所以大家都在跳反贼的时候 肯定是对你有优势的 如果大家都是真正意义上去跳反贼 你说这一轮主攻能赢吗 七个人打一个人肯定赢不了 这个时候作为反贼是怎么打呢 那就是虚报输出爆发牌 呃 完了 慢慢的对主攻进行限制 那个不要让他更快的觉醒 完了 这时候反正队友都是有思路的 他懂得 呃 那个虚报一些双杀牌或者是其他牌 从而呃 在孙策主攻觉醒的时候打 这个时候我就大胆的杀了一刀 因为呃 大家都在跳反贼 呃 对我的思路非常的正确 也没有人乱忙 也没有说是反贼造成什么 这个时候果断呢 就开始开始慢慢的一点一点的压孙策嘛 当孙策压到觉醒 就是忠诚肯定会帮他打到觉醒 完了我们就一波秒他了 大乔 你看大家这边我杀了一刀 孙策也没有人认定我是一个忠诚 大乔都认红杀也不会对我进行限制 领统这边杀了一刀 曹冲 曹冲第一轮是酱油 完了领统觉得曹冲可能是一个忠诚 所以限制了一下 当然让曹冲慢慢血也是无所谓的 这边曹冲也去杀了一刀 这边讨论一个炉石啊 说完今天这一局打完以后 我去玩炉石 我的号也是成功传说了 准备在近期出一场传说的天梯视频 喜欢炉石的朋友可以关注一下 这边继续的全部在跳反贼 局势限制 如果忠诚真的正往下打 主攻是没办法赢的 这我我我可以下保证了 就是我们反贼方都是会懂得 会去留一些系统的东西 元术这边拆了孙策 又拆了灵统的装备 限制一下孙策孙策是被落的 所以说乐后的是我手牌质量非常的高 把他续爆牌全部弄光 郭怀继续的酱油 如果这边判定的话 我觉得郭怀肯定是比较偏中内的 这是我个当时个人的感觉 柳峰这边直接摸了 因为主攻没有牌 下人都在跳反贼 所以他都不去那个先撕别人了 我觉得这个也没什么问题 我的我这一轮是因为想过一下牌 所以开了 主要是桃子太卡手了 那你说气是好了 还是不气是好的 但是桃子是一个比较战术性的牌 所以我还是决定留的 继续的去压孙策两血 这一轮可能孙策会觉醒 因为后之位 但凡有一个忠诚会把他打到觉醒 但是为什么敢去杀这一刀呢 是因为我知道 以现在孙策状态的话 就算他觉醒了 他也打不过反贼了 这是一个对江面完全的分析 最就是说 大家觉得这一轮孙策最有可能赢 是什么 曹冲和袁术是两个忠诚 这样子的话 限制孙策的同时帮他去觉醒 完了袁术是一个强势的忠诚 但是为什么还敢去杀 就是因为就算是他 那我觉得我们也是优势 因为大乔就是反贼了 对不对 林统和我的驱虎 对曹冲流风寻御灵统 对于曹冲来说是一个非常大的限制 曹冲这一刀肯定是跳中了 所以找到一个忠诚的同时 孙策主攻局觉醒 但是刚才我已经分析过了 就算是他握的两个神钟 他这轮也是打不过反贼的 袁术也跳了忠诚 一切剧情还真正我们想的去走 但是下轮就是反贼的爆发期 大家都是有效的去续报了很多爆发牌 所以这一轮两血空手牌的孙策 是应该没有多大状态能去坚持多好 这边的话 袁术当主攻觉醒的时候 也是强势的跳了一个忠诚 刚才无懈跳忠诚 但是这次很强势跳忠诚 转而通过一些虚报牌把流风打到一血 但是我这儿逃比较多 还是比较安全的 刚才元术过牌比较多 最后一张牌多半是逃 所以我也驱虎他 从而对孙策进行创造伤害 并且一个乐 这样子的话 下轮基本上孙策是要去的 当然这时候灵桶如果有一些距离的话 也是可以产生一些效果 但是很可惜 他这边拿瓷熊给了 二格距离对流风来说是没有什么用 但是对于灵桶来说 是一个秒孙策的好东西 而且我驱虎以后也不用说是 除非啊 元术有一些非常像逃的 像我们刚才那个驱虎 等于打一滴血 限制对方应该逃 等于打了两滴血 这个效果是非常的明显的 这边无懈让孙策动 孙策因为感觉自己非常的危险 所以提高一下草冲的行动 因为草冲两张牌是留不下的 刘峰我驱虎或者领头 不管是谁 但凡产生技能 那草冲就没有牌了 那这样子他就死了 所以他卖一下 让草冲手牌多一点点 这个没有多大问题 郭怀刚才是跳了一个内啊 这边铁锁刚才无懈 等等等等 有一个内奸动作 刘峰限制了一下草冲 不是 刘峰跟领头进行配合 但是距离没了 我挺可惜的 不过可能刘峰的考虑是想多限制限制牌 这边因为卡距离的存在 所以他也只能去杀郭怀了 这边就不解命刘峰了 刘峰该杀的杀完了 该放的放完了 给他解命两张牌 他也是七牌 所以说就这样 其次的话 我一会儿也是决定要在这一手反手去收他 那边草冲那边趁向出一个桃 给了孙策 孙策那边还有一定的状态 有闪有桃 对 刚才成像的名牌 优先决斗去先看位置牌 决斗死 肯定不可能决斗孙策 对吧 决斗死刘峰 如果出个黑鲨还能维持我的输出 并且有K点的驱火 很可惜是没有 要咬一张黑鲨倒好 但是 孙策倒是名啥 但是我们清了闪是为了其他队友能创造出输出 这个不是说人家有闪 有啥没啥都一样 你把这 你这边打完闪了 别人是不是就能对他进行伤害了 孙策这边把桃 这应该就是名桃了 这边好纠结的牌 吃了桃会牵扯到以后的驱火 但是不吃桃 你不可能弃桃吧 所以最终我还是战胜了自己不吃桃的冲动 吃了一张桃 这边的话只希望灵桶那边能挂个距离 给我们维持住驱火的效果就好了 大家要看到吗 刚才孙策已经是求过一次桃 原树那边也是一张桃帮助曹冲去拿牌 成像只能拿一张 但是这一张我觉得多半挺无济于事的 这个无济于事 孙策肯定是这个时候马上去成像把那张牌拿回来 因为万一草中那张牌拆了 那这张杀都打不过来 但是无济于事代表不是淘九这样子的恢复牌 还是给予我们的秒孙策的机会 这个都是虚报的吧 那个刘峰和大乔在孙策觉醒这一回合直接放了两个单半 这个就是我所说的 你七反七反 所有的忠诚挑反贼并不能说明你就算骗到孙策觉醒了 也没有优势 因为反贼打的又不是笨的 包括我们的选将包括我们的思路都是不怕你觉醒的 觉醒回合那几次状态 你状态都残了 你就算那几轮排差 但是前期几攒的优势是你通过那几轮 那个觉醒后的效果是打不回来的 因为孙策那边吃了明桃 元树吃过一桃 所以直接强杀了曹冲 刺雄双骨剑到这儿了 这个是新排队 所以他又摸到了这个刺雄 给灵桶创造出剧烈 这个对于我们来说是一个非常大的好事 就是灵桶这边可以有取虎的空间了 避免抑制我们后续的发挥 这边灵桶但是产生不了输出 孙策这边选择阴魂自己人过牌去找一下状态 或者提高一些爆发性 并且直霸也是送牌去产生效果 火杀 那因为是火杀灵桶不敢飞雪 而且维持住死雪 还有取虎 这个没有多大问题 接到又是一张火杀 我没杀呀 那灵桶是不是没有闪了 果然是 不过我们这边逃多 随便打 这个时候 元术 火杀完以后 铁锁出来一张铁锁 当时也是近带了所有场面上的人 郭怀基本上没有空场能力了 贴锁了所有的人 完了 想看一下那边产生效果 这边直接九杀 通过大桥琉璃 因为大桥那边是有距离的 就不用考虑 去有区务点数太小了 这个大家要记得有琉璃这个技能啊 可能大桥出场率非常的低 所以当我杀完这一刀 别人都会炸油 还有这一招呢 哎 主要是你们大桥是不是都见不到了 元术那边吃一张桃正常啊 人家过牌 再这样阴魂 找一张桃还是比较简单的 留两个桃 还是保一下队友吧 都在铁锁上 多多少少还是比较恐怖的 刚才新排队所有乐都握在主中方 这个也是当时也是让我们挺危险的 因为这个乐逼 我们有大桥 竟然让对方把我们全乐了 这你能信 所以当时那次也是主中方的最后一次机会吧 当然也是帮他们狗言参转到夏尔伦了 拆了一张南蛮 这个也是虚报的牌 这边贴索一下郭怀 我还以为要通过郭怀传导 但是没有杀出来 这边大桥也没有办法了 没有取虎 大桥不能流离 很尴尬的杀一刀过 我不能说是气杀都不杀你 这想多了 这一轮其实可以杀我一刀 雌雄杀过一张牌 完了决斗死郭怀 这样子收益更大一点点 但是他可能考虑到外头有无懈的原因 推主的一波了 对吧 这个我觉得你雌雄杀我 给一张牌还能给林统截命 完了决斗死郭怀是不错的 但是他选择去杀 一样吧 主要是有无限决斗 因为这个时候 杰命 辅助灵统爆发 比杀死一个内奸 关键的许多 这个是一个区别 大家自己零零雾章 当然收益 好像是一样的 因为他杀 郭怀也是摸一张牌 反正大家自己考虑他杀我 我肯定也是给他摸摸 但是没有决斗成功 我移制了林统的爆发是很尴尬的 当然林统那边通过自己刚才贝勒 虚报的牌 还是成功的去把孙策直接打死了 这一轮也就是标准意义上 前期忠诚装反贼 让反贼没办法去下手 完了慢慢慢慢把主攻耗到觉醒 但是因为前期反贼的优势 其实打到最后的局的时候 主中方应该是主攻最想看到的两个忠诚 都没有打过反贼 这个就是主要前期的优势太大了 你是肯定在那个状态 如果我们中期效果非常好 包括林统那时候的手牌 给力一点点 早就应该能打死了 但是断了几次杀 关键时刻也没有什么效果 然后我们的降面 还有标凤的大桥 抑制了平时反贼方的 这个整体降面的强度 因为按道理 大头算是喜欢现在去玩标凤 但按道理 我们平时玩这个局的时候 大家反贼的降面 要比现在这个反贼 这一套降面要强很多 所以说就算那时候觉醒了 你孙策也扛不过两三轮 这个也就给大家去稍微讲一下 今天这个视频就到这 谢谢大家 那大家再见